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问路的人自称是峨眉山的法师 这次他是奉师父之命 他专程下方给百姓消灾解难 当然了也不是是个人他都救 他只救有缘人 而张大妈还有后来过来的这位 那就是有缘人 听了大师的话 张大妈心里那直嘀咕 如果没病没灾 这日子过得好好的 要你消什么灾解怎么难呢 大师呢仿佛是看穿了他的心 对张大妈说了 你的生辰八字啊 跟儿子翻冲 你儿子近期必有血光之灾 张大妈的文化程度不高 平常真就性格鬼啊神啊的什么呢 听那大师啊 这么一说 他就开始有点六十五 这时候呢大师呢又开口了 别害怕 你碰上了我 灾呀难哪 那就不算个事了 只要你照我说的多 家里呢不但不会死人 还能发笔财 不信的话 我先给你露一小声 您把这一份钱给我 我就给您变成书银 变成书银 哎呦这个不可能啊 这个一块 看好啊 这一个钱 一个钱 敲好了 看 这准备 呦 真给你变成十个钱了 对不对 哎呦 十个钱 怎么办 真难啊 你的钱是真的吗 是真的 没问题 亲眼看见自己的一块钱 被变成了十块钱 大师的这法力 这下让这张大妈是彻底的服务了 他赶紧问这大师 说是怎么才能把自己家的血光之灾 给化解了呢 大师呢答道 很简单 啊 你拿一笔钱出来 我给你做法 那比如十万 我给你变成一百万 然后呢 你再拿这个变出来的钱呢 去做善事 哎 你儿子的血光之灾 自然就消除了 钱越多 灾 消的就越快 他说那个 你拿三十万 是怎么去那个 救难去 给人家 那个 庙宇烧香 拜佛去 一心想给儿子 消灾的张大妈 听完这话 心说那还等啥呀 赶紧取钱去吧 因为家里没多少现金 张大妈呢 还特意跑了趟银行 把两张定期存单里面的钱呢 都全部取了 我说我得给我儿子解难呀 有一个定期的是那个四万 还有一个六万块钱是那个活气的 最不取了 十万 一共十万块钱 十万块钱 那可是张大妈一辈子的 全部急需啊 拎着沉甸甸的 这一大包钱 这张大妈原本的想给儿子呢 打个招呼 谁是呢 大师却说了 天机不可泄露 做法这事 你一告诉别人 那就不灵了 啊 你看着办吧 哎 听着这话呀 张大妈那可就啥也不敢多想啊 说儿子万一真有个好歹 那自己不就成了罪人了吗 得 还是听大师的吧 这时候那另一个有缘人 也拎着一袋子钱呢 找了过来 三个人呢 就来到了一处僻静的小树林 大师说 这地方不错 你们俩的背过身去 我要帮你们做法变钱了 零零 弟弟零零 我要变了 你们看看吧 没过几秒钟 大师呢 就把庄前的袋子呢 还给了张大妈 说法已经做完了 袋子里现在呢 有一百万 不过呢 现在你可不能打开 得在家里放上七七四十九天 才能取出来用 而且期间呢 还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回事 说大姐 您回家吧 回家呀 烧七七四十九天呀 行 到家以后 我觉得心里头就 七上八下 做不过干不过 回家之后啊 张大妈那是什么事 也干不成了 大师的话到底零不零呢 他真给自己 变出一百万来了吗 煎熬了半天呢 他还是决定 提前打开袋子 看一看 我这心里意识 好像那个 我得拆开瞅瞅 我说他不让瞅 我也得瞅一眼 我一拆开我就觉得不对 打开袋子一瞧 张大妈立马就崩溃 你们是什么事情吗 不是 是那个小发票收据 还有一盘 雕牌灶在里面夹着 包好了报纸 黑带在那里记着 钱都没了 钱都没了 我觉得我上当了 天哪 我看我 家是没了 张大妈呢 为了给儿子消灾避祸 那把十万块钱呢 交给所谓的 阿美大师变钱 结果呢 到家才发现 一辈子的鸡鸡 就这么让人给掉了包 变成了几块肥皂 此时啊 他才如梦放弃 哎呦 我当时我就播了110 就说这事 接到报案之后呢 北京海淀公安分局 行政支队的干警 通过调看监控 街头蹲守等 侦破手段 用了不到十天时间 就把这个变钱 消灾诈骗残货呢 这一过断了 一审一查 警方发送 呵 上午他们当的人呢 还真不早 被骗了多少钱 三万多啊 算你 二斤见 据骗子们交代 在落网之前的十几天里呢 他们一共作案 八起 骗到了几十万的现金和事物 多数人跟张大马一样 几乎是把全部家的都交到了他们身边 那么 骗子究竟有何高明之处能够做到这一点呢 咱们还是来听听张探柳是怎么说的 这种骗子选择这个作案的人群啊 都是一些中老年妇女 他们首先这个都是单独行走的 作为这些人群呢 它可能已经防范意识稍微差一些 首先的这个骗子呀 它是以温路的名义 接触这个事主 然后介绍自己是做什么什么生意 然后这个东西很准钱 您感不感兴趣 明天咱们什么去签什么合同啊 什么做什么买卖呀 收购旧衣服啊 什么什么织毛毯呀 一旦主片跟目标搭上了话 那另一个同伙啊 他就会立即凑上来跟着主片呢 一唱一贺 又是恐吓又是利用 让这目标呢 不知不觉 钻进他们事先设好的圈套 我们找边聊边聊 再聊的过程 然后慢慢的话题就转件了 他说自己呢 是峨眉山下来大事 然后呢 自己会一些所谓的法术 能够堪称世主这个有没有灾难 对这个托尔同样也说这个 你呢 这个妹妹 也就也将发生一个一场灾难 当然说了 骗子的选择的目标 都是些文化不高的中老年妇女 一听这样的话呀 他这么往往就会乱的阵脚 这是那主片和托尔 他就使出想钱变下钱的招数 来展现所谓的法力 让这目标呢 继续往套里钻 托尔呢 就是开始鼓车 那您看我这怎么弄啊 然后这个 这片子说 那个为了证明我的法力 我呢 现在我能把这个钱 小钱变成大钱 对 就是说呢 他变钱 搞了个一块钱 在那变 变变变变 他都开始都跌到手上 他就跟这样 他就在那吹 我吹三口气 打开之后都变了十块 一块钱变十块钱 刚才呢 咱们已经看过了 那片子在受害人的眼皮的底下 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呢 难道这片子真的会法说 当然不会 这招啊 其实连魔术都算不上 您说他这是怎么把这一块变得十块啊 就是他问十多 你身上有没有一块钱变值的人币啊 有没有 有你拿过来 看我有没有啊 你看我的功力 你看好了 你把这个钱交给我 我交给你 交给我 我给你 给你变 给你施法 你赚好了 赚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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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念 类似于念咒语之类的 好 你看看这个钱 是不是 十块了 对变成十块了 怎么变的呀 怎么变的 实际啊 这过程就是怎么着 嫌疑人啊 这片子 在手里边 事先捆备好一个 也叠得成小方块的一个十元便值了 还加在手里边 当你把钱给到 给到我片子手里以后 这片子在这里掉了一下 在手这一边掉了一下 你提前把这些钱存在 存在 加在手里了 明白吗 那就骗数也挺简单的 很低级 特别低级 就是那一过程 这点小伎俩呢 现在你看着挺低级 可在当时那种环境下 却能护住不少人 顺带着对片子说的那其他话 他也深信不疑 而这时候呢 片子他就开始真正出手了 对对 对迷信件 财迷信件 这个是关键 又能消贷避祸 又能小钱 编大钱 那这样的诱惑呢 可实在是不容易抵挡 那为了确保受骗人 乖乖的拿出钱来 这片子这时呢 还会继续恐吓受骗人 那为什么整孩子说呀 他说不是说 一说他说不拧 是啊 这事呢 要是让见识多点 再警惕性高点的亲戚朋友知道 那骗局 那不就露相呢 其实啊 为了保证骗局继续下去 那除了主片和托 诈骗团伙里面 还有一点 一直在紧紧的盯着售骗 时刻看着这事 就是在这个询骗过程 会不会醒啊 会不会报警啊 是这样 他是发现 一旦发现以后 他会给同事打电话 就是赶紧撤离 这个车呢 是不够接应这几个人的 就是也是在不远处 围随着这几个人 你看很快 这个车就跟过来 这个车是不离开他们的 一旦这事主要醒了 或者这个诈骗 这个骗成功了 他就要接应这个 这个骗子 要逃逃逃逃的 骗局到这时候呢 要是还没露下来 骗子呢 就该使最后一招 那就是 怎么把这受骗人 拿来的钱 装进自己的头 让这个事主和这个托儿 分别把钱 装在一个黑色 做着袋里面 然后呢 就互相交换 交换以后呢 骗子呢 会让受骗人和托儿 就拿着钱袋子 往前走五十步 不许回头 趁这个机会呢 两个骗子呢 就迅速把受骗人的钱 带来个吊杠 紧接着呢 托儿拿着已经掉包的这假钱 继续往前走 走完了呢 托儿和受骗人 再互相换回起 这时候呢 真钱呢 已经落到了 这骗子的城市 而受骗人此时呢 却还蒙带鼓劲 以为钱还赚在自己手里的东西 骗子年年有 今年呢 也不算特别多 这诈骗团伙呢 这些看似并不高明的伎俩呢 之所以能够屡屡得逞 关键呢 还是他们掌握了那些行骗目标的心 文化低 见识少 再有一点 贪小便宜 那就很容易一头栽进 圈套你 以前我听说我自个儿以后 我觉得我都可笑 我怎么上这一当呢 看到这呢 有人要说了 说我不迷信 也不谈小便宜 那骗子总拿我没辙了 哎 别这么刺激 骗子的花招 那还多着 下面呢 朋友就再跟您说一句 骗子 切钱 这天一大早 北京的林大妈呢 跟老伴啊 准备出去溜望 刚走到门口呢 哎 就听到这个外面啊 传来了一阵 吆喝声 干兴事嘞 好吃不贵啊 自家种的啊 没污染的兴事啊 买西红柿嘞 原来有个农村妇女 模样的这小贩 正推着自行车呢 在路边卖西红柿 林大妈啊 平常呢 就爱吃这西红柿 一听是农民自家种的 那兴趣就更大了 她走过去一瞧 哟 这西红柿呢 可真不赖 更重要的是 价钱还不贵 多少钱呢 她说 三财 我说都 现在都两个都便宜了 那两个钱 她说的 这么好的西红柿 那割菜市场呢 至少得卖三块五 那一斤省一块 那还犹豫啥呀 林大妈呀 赶紧拿去挑了去了 就在林大妈挑好的西红柿 准备付账的时候 这小贩呢 向林大妈提出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呢 小贩说呀 说她卖了一个早上的西红柿 手里呢 一大把零钱 揣着呀 实在是不方便 你说大爷大妈能不能帮个忙啊 把她的零钱换成整钱 林大妈呀 她平常她就是个热心肠 再说这小贩的东西好 价钱又便宜 人家开了口 林大妈就更不好意思拒绝了 自己身上呢 也正好有整钱 那就换吧 一百一张的拿两张 拿一张五十的 拿一张二十的 是不是二十七 跑去那个 那个二千星是五块 二百六十五 林大妈呢 给的小贩啊 两百七十块整钱 小贩呢 该给这林大妈 两百六十五块零钱 两边一数 本来就完事 没想到 这小贩说啊 他弄错了 还得再数一遍 他数一遍 然后我又数一遍 完了呢 我就给他了 给他了 他说我再给您数数 他又给数 他说这么想数 数数 把零钱又数了一遍之后啊 小贩把这钱呢 递回给了林大妈 就在林大妈伸手接钱的时候 小贩的手呢 突然又收了回去 大妈 我干脆给您个袋子得了 要不然这一大把钱 您要掉给一两张 那可就不值得了 说话间呢 小贩啊 从兜里呢 掏出了一个塑料袋 把零钱呢 装给进去 这才递给林大妈 我就想呢 这别做了 别做了 就装回来了 结果前 林大妈的这老伴呢 随手啊 就把这塑料袋呢 穿进了兜里 这把零钱呢 他们老两口之前呢 已经个数了一遍 小贩自己 他又说了一遍 他还能出什么错呀 好了 这行事也买了 钱也换了 接着去溜二吧 谁知道呢 老两口没走几步啊 有个陌生人呢 从身后过来 又把他们给拦住 你们被骗了 刚才他找钱的时候 他在这切你钱了 你现在输你的钱 你肯定少一百多块钱 听了陌生人的这番话呀 两个老人那是直发懵啊 切钱 切什么钱呢 你是谁呀 还没等他们把这些问题问得出口 陌生人呢 又说好 拿200给你换成零的 结果把你这个 给你利好 他又说 我再数一遍 再数的时候 他把那钱已经赚了 你现在数你的钱 你肯定少一百多块钱 哎哟 我带你去看医生 在看着你呢 现在人已经抓完了 你们再等我一会儿 咱排个火警察 直到这时呢 老两口呢 还是半信半疑 那把零钱 我们三个人 那可是数了三遍 笼共才265块钱 那怎么可能会少一百多块呢 于是 老伴拿出塑料袋里的零钱 他又数了起来 不数不知道 艺术吓一跳 妈呀 塑料袋里 咋就只剩45块钱了呢 是啊 这钱 怎么就只剩下这么点了呢 难道那个小块的汇坎说 能从这口袋里面 把这钱变倒 这里头的奥妙 还是请刚刚拦下 林大妈老两口的陌生人 北京海淀区公安分局的 这张惠里探长 来告诉他 服装的时候啊 发现这个 人推了一个崭新的自行车 搁了一个筐 上面搁了几个行动室 凭了多年的职业敏感 张探长的一眼就看出 这卖西红式的 他有点不对劲 一般人家也是得带俩大筐 因为你行事 自行车本身就脱不了东西 你要是一筐 你得一天你卖完了 转一天 你还得上一趟货 这么卖菜 他能挣到钱吗 里边一定有猫腻啊 于是呢 张探长就打开了 随身带的DVC 录下了这小范儿的 一举一动 就是这种 他主动到想去门行 人家从老远过来 开始赢了 就推着车 这种情绪特别清晰 张探长知道 街头片子最爱找的目标 那就是老远人 看他呀 这个与众不同的小范儿 八成是个片子 就老人一看 这肯定老人肯定得要 这么好的西红柿 有便宜 俗话说呀 便宜没好过 好过不便宜 把又便宜又好的西红柿 你送到人家家门口 小范儿总不会是在 学雷锋做好事 果然不出张探长 卖完西红柿 小范儿就提出了 换零钱的要求 哎 要是这林娜 妈两口子 一开始 他也不是没洗过疑心 他们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有可能会换到 假钞 老人家房范儿心里特别强 他拿十块也照着 他怕十块钱也是假的 其实他还是怕有假钞 对对对 他不要钱 他马上从怀里掏出了 这一大子钱 这时候老人就拿出 二百块钱了 但是他觉得 你看老人包里 还有个五十的 还有个二十的 他都得要走了 他挺难 钱源多他就好切 看到这呢 肯定有人要问了 这钱呢 都是在两位老人家的 眼皮子底下数过的 那骗子使了什么招啊 又是什么时候 把这钱给弄走的呢 哎 张探长的DV机啊 清楚地记录下了 这两个学籍 这时候就是他在数 他在数 给他数二百 对 先数出二百了 对 你看 整个老人 第一步 骗子呢 先数出了两百块钱 这时候呢 钱的数目 他是对的 他把钱呢 交给张大妈的老伴呢 亲自请 然后呢 又开始进行第二步 请注意 骗子这时候 给林大妈的六十五块零钱呢 一定会少个一两百 等林大妈发现数目不对 哎 骗子就会说了 他一定是您二位啊 年纪大了 把这钱呢 数错了 于是呢 他就顺理成章的 把两位老人 手里的林钱呢 放到一起 由他来再数 这样子拿过来 鱼 你看了吗 鱼钱 怎么数也不对 嗯 拿过来 把这钱都给 给切了 他好切 看一下 这时候插你 能够往外输钱 所以他手里的这点钱 在他数完这点钱 他都不对 他把鱼把鱼都折开了 他数的时候是一张一张数还是好 一张一张 一张一张 但是他数 他就是来回数 实际上多一多 往哪儿睡了 来回数 但是他嘴里头得得念出来数 念不钱得念了 那个 全是一块的 底下钱十块都没了 听到很注意的时候 我就拿脆一点 今天你抽了多少钱啊 两百二 看完这一段 估计有观众 还是会觉得不准数 你说抽个十几块 几十块 那可能他不会被发现 他拢共 两百六十五块钱 你抽走二百二 那除非是瞎子 他看不出来呀 哎 刚才那拍的录像啊 隔得远了 下面呢 张探长现场来演示一遍 骗子切钱的过程 那您可探仔细咯 他都是采取这种 钱少 咱们正常数都是 一二四 就一直在往里面数钱 但是他那个不是 他是往外数钱 钱到我来数 到我来数 一二三四五 嘴和这个数都数着的 完了这种给你 这些钱 我发现他还把小片都 先数出来就给我了 对对对 基本上你拿的也是小片 大片的 大片的基本上就收下来了 看清了吧 骗子切钱呢 有两个关键点 第一呢 嘴打掩护 一二三四的数着 好分散被骗者的注意力 第二 他数钱呢 一般呢 会反着数 而且呢 数出来的大票啊 他压在一只手里 那数完了 小票给受骗者 大票他就自己收钱 因为动作快 眼神不好的老年人呢 他根本发现不了 那为了以防万一呢 最后 骗子啊 还会再加一招 这个 你也不好拿过 你拿一塑料袋吧 其实是拿 把切的钱 就塞在车框里 那他加那个塑料袋 是什么目的 拿一塑料袋的目的呢 就把这钱装进 把这钱的这厚度加厚 也防止老人再数一遍 就这样 骗子切的钱挨 他就到手了 而老人呢 他以为已经数过两遍的钱了 他不可能再出错 那他们哪里想得到 这钱呢 已经不是开始数的那个数目了 据这个骗子交代了 说除了这种伎俩呢 他们切钱 还有其他两种常用的方法 第一种呢 叫做插入 钱多的话 他从这个 这钱里头 插进去 直接一来的时候 这手就进去了 就这么数 那你随便怎么数啊 对 就是嘴说 说到了 这钱就数完了 就会给你 就插上那部分 那部分基本都用过到 对于第二种 那就是 卷的数 就是基本把这钱 卷上 卷上 卷上数 卷上 就写得多是吧 对啊 反正来回让你看着 就前后都是这钱 这数的这个数里边 也就是把这个最后到的小钱都是你 大钱也都是他给买的 街头骗子的这些伎俩呀 说起来那并不高明 可是呢 他们专挑老年人下手 还利用老年人呢 他这眼神不好 反应慢 不少人还信迷信这些特点呢 才屡屡能够得丑 所以呢 电视机前的大爷大妈们 可千万要提高警惕 捂紧自己的钱袋子 别贪小便宜 这样的骗子就奈何不了您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